Hello各位B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EBXPP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台相机 这是索尼前段时间 也不能说前段时间 应该是大概半年之前发布了一台 APS-C画幅的旗舰级的微单的相机 A6600 为什么出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做节目呢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出来以后 我看过很多YouTube上面的一些评测 就觉得这台机器它整体方面的性能 跟6400差别并不是非常的大 除了说它加了一个机身防抖 就跟6500一样 以及换了一个像A73 A7R4这样级别的一个大电池以外 基本上没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但是这台机器发售的价格 9000多块钱将近1万块钱 所以我就觉得这台机器的性价比不是非常高 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说买一台 或者是租一台来做个评测和体验 然后我的视频下方 也会有一些B站的小朋友在评论 说他买了A6600 但是很后悔 我就在想 这台机器到底性价比是有多低 所以在这回过年的时候 我就趁着出去玩的这段时间 我就自己租了一台这样的相机 给大家就体验一下 因为买一台我觉得太肉疼 但是租一台的话 当时我是定了大概半个月 只要带1655这个镜头 大概只要1000多块钱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但是谁承想 就是因为我们2020年过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非常长 我之前在外面马来西亚 本来想大概大概半个月就回来了 结果那边的机场 我买了三次回国的航班 全部都被强制取消了 那就没办法 我就只能跑到泰国去再继续玩一段时间 所以这台A6600包括1655 F2.8这个镜头 我是租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应该说是非常充分的 全面的使用了一下这台相机 包括在出去之前 我也用这台相机去拍过一些商业的单子 加上这个旅游的外拍 我感觉这个使用场景的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 那我就来聊一聊 这台机器它的性价比到底好不好 那我当初没有购买这台机器的决定是不是正确 自己整体的使用下来 确实跟我之前的感觉一样 它就是一台6400加了一些功能 但是价格相比6400加了大概四五千块钱 这个其实就跟之前索尼的 这个A6500相比于A6300这样的一个提升一样 当时A600大概卖七千多块钱 我觉得跟6300四千块钱的价格 比那个加的机身房脑实在是不值三千多块钱 所以这个6000整体这个给我的感觉 也是跟之前这个6500一样 觉得这个不是很划算 其实也非常凑巧 因为6400的这个发布的时间 正好是在前年 就是18年到19年过年这段时间 当时我也是回去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 大家如果对这个6400非常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去看我这个6400评测 基本上你可以从这个视频里头能够了解绝大部分 索尼A6600的拍摄的性能 那我这期节目的话 就讲一些我平时使用当中 觉得跟6400有区别的一些地方 首先说一下这个外观 相比于这个6400来说 由于它这回换了更大的电池以后 它右侧的这个手柄 这个持握的手感就非常像索尼的A7-3或者是A7-24这样的感觉 如果你对于之前的这个6400或者是6300 这个手持的感觉不是非常满意 尤其是挂了像这种比较大的镜头 以后呢 这样的一个改进 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在外面拍摄的时候 即使说单手持握 也是都是非常的稳定的 机身上面的这个按键的设计的 基本上是跟6300 6400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上方这个C1C2两个按钮呢 其实如果你看过这个6500的机身的话 你会知道6300 6400跟6500的一个区别 就是这边的自定义按键是有一个和两个的区别 所以它这个手柄这一块的设计的跟6500很像 那后方的话有一个区别 就是这个AFMF的拨感的左侧呢 是增加了一个C3的按钮 那之前的话这个位置是一个menu按钮 然后左侧是一个闪光灯的按钮 但是这回6600呢 由于取消了这个闪光灯 所以没有这个闪光灯的按钮了 那么增加了一个C3的按钮 可以让你多一个设置自定义按键的方式 但是我要说的一点 就是这回6600取消的这个闪光灯呢 其实我是有点不太满意的 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去用这样的一个很小的 机顶的闪光灯 但是如果你有时候需要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闪光灯真的会很有必要 那什么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在吉隆坡住的那个酒店 我们在晚上去这个露天的游泳池去拍摄的时候呢 由于背景的这个双塔的灯光是比较亮 但是游泳池这边是没有什么灯光的 所以我如果想要把人给拍的尽量清楚的话 通常我会使用内置的机顶的闪光灯 来进行一个补光 你可以看这个现场的视频 有一个重庆的姑娘 她想让我用手机帮她拍摄两张照片 那么因为手机呢 它是有LED的一个补光的 所以在游泳池的光量不是非常强的情况下 通过LED闪光灯进行补光 就可以让前景的人物和背景的建筑呢 曝光的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可以使用慢速同步闪光 这个知识点呢 我也在之前的视频有专门给大家讲过 通过这种慢速同步闪光的话 就可以让前景的人物和背景的灯光呢 曝光是差不多的 这样你拍出来的这个曝光水平是比较平均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6600 它没有内置这样的一个闪光灯 所以我就非常尴尬 就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补光 就完全是需要靠6600的高杆去扛 那我放几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由于没有灯光的补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拍摄出来 如果你不进行任何调整 人物就是黑的 那如果你增加一些曝光呢 肯定会增加造点水平 所以呢 就是非常的尴尬 如果我用的是一个6400 它内置闪光灯的话 我就可以把闪光灯抬起来 做一个慢速同步的曝光 那我想拍摄出来的照片呢 肯定会让人物更清楚一些 这个是让我不太满意的一点 因为我觉得 这样级别的一个机身 完全没必要省掉这个内置的闪光灯啊 其实不是非常的理解 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相机 都把这些内置的闪光灯给省略掉了 这个东西你不用的时候不作为 但是你用的时候 你真的会发现它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说我们在游泳池里面拍摄 那有个内置闪光灯会非常方便 我总不能说为了补光 我在这么小的一个机身上 再挂一个非常大的闪光灯 对吧 而且我出去旅游的时候 很少会专门带一个闪光灯 出去补光 除非我知道这个现场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没有内置闪光灯 没有办法应急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难以理解的地方 但是这个A6100 它毕竟是作为一个APC画幅的机身 它的这个重量和体积 都是跟A6000系列的机型相靠拢的 那相比于全画幅的 比如A73或者是A7R3R4等等 这些大机器来说 它的体积和重量都会比较的小和轻 如果你在稳定器上去使用这种相机的话 它其实对于你的稳定器的再重要求 会比较的低一些 那我在外面使用这个A6000 是可以搭配大疆的这个RONIN SC来去使用 但是如影SC 如果你搭载A73的相机 它所搭配的这个镜头 就会有些限制 你就不能够使用更重的一些镜头 比如说试码的14到24F2.8 你就只能够使用一些很轻的 比如说腾龙的17 28 2.8 这种镜头来使用 所以如果你的这个稳定器 不是非常的强大的话 搭配这个比较轻小的这个6600 使用是比较方便的 那包括这个RONIN SC 它也可以接一条线出来到这个相机上面 然后你直接可以从手柄上来控制 6600的开始录制 结束录制 以及调整各项参数的 都是非常方便的 包括我出去旅游对吧 因为外出旅游的话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便携性和重量 要求都会比较高 我之前几次出去的时候 也很少带这个全画幅的相机 都是带API-C画幅的相机 这回就是去马来西亚和泰国 就是一直带着这个6600去用 体积小 放在包里拿出来 都会非常的方便 一整天的这个边玩边拍 也不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如果你是旅拍的话 我相信这台机器 其实是非常的合适 然后我就说一下这个屏幕了 这个屏幕了 其实跟这个6400 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了 这也是可以进行一个上翻 这个上翻呢 如果你做Vlog去拍摄的时候 会非常的方便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 同时呢 假如说遇到一些情况 可能你的女伴 需要去做一个补装 对吧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相机打开 然后他就可以看到 上面的这个屏幕来进行补装 也是一种非常便利的使用方式 但是呢 同样他也继承了索尼A6000系列的 这个屏幕的通病 就是他这个屏幕的显示效果 是非常差劲的 如果你用过索尼的相机的话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像是一个顶级旗舰级相机的一个屏幕 就是没有任何的进步 就是在光线非常强烈的情况下呢 我们在外面在 比如说沙滩旁边去拍摄的时候 那个光线是非常强的 基本上是看不见这个屏幕的 哎呀我的妈 这个垃圾屏幕 我操啥也看不见 如果你想要看清屏幕的话 就必须要使用这边的这个亮度设置 这边要晴亮天气 这时候就会强制的 让他这个亮度提的非常高 但是呢 在这种情况下 你屏幕上的这个曝光 又不是非常的准 所以你就需要看直方图 但是这个直方图呢 它又不是跟这个拍摄信息界面在一起 你必须要切换的带直方图的这个界面 所以就是 当然他这个屏幕呢 也是可以触摸 触摸的反应的话 其实跟6400差不多吧 但是也是一样的 他这个function menu不能进行触摸 然后这个主菜单也不能进行触摸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索尼对于这块屏幕 不仅仅是 不光是它的这个显示的性能 包括这个触摸的操作体验 都是没有任何的进步的 完全不像是一台 所谓的旗舰级的相机 我觉得你加4000块钱 你能给我更好的一个使用体验 也好呀 但是并没有 所以真的是这个屏幕 完全一点都不上心 就没有任何的提升 让我觉得非常的失望 这块屏幕的一个使用的体验 是让我对于A600这台相机 评价不高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所以就是我不是很喜欢 好 说完屏幕的话 我们可以说一下下面的这回改变 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现在使用的是一块 像A73或者是HR4 这样的一个大的FZ100的电池 这个电池的更换 让我觉得使用起来是非常爽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之前的FW50的电池 续航是非常差 尤其是6300开始能够拍摄4K以后 如果你拍4K的话 对于这个电池的电量消耗是非常高的 包括我之前用6400以及6500 反正是你只要用FW50电池 基本上就要可能带个四五块 副导甚至出去拍摄的时候 要带个八九块 或者是上一个可扩展的电池手柄 是个第三方的 但是这回用了这样的一个FZ100的电池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续航能力 真的是能够跟A73或者A7R4 达到一个级别了 我在外面去重度去使用的时候 就一直在拍视频 我的如影SZ都已经没变了 它6600的电量还剩50% 比稳定器的续航还长 我觉得这个续航就已经非常不错 因为大家如果用过稳定器都知道 你如果一直用稳定器的话 其实稳定器还是能用很长时间 我在外面拍的时候 也不是说一直开着稳定器 可能开开关关等等 电池的续航我真的是非常满意 我在外面出去旅游拍摄去使用的时候 基本上是两天一充 比如说我第一天充满电 使用了一天以后回到住处 然后会发现它可能电量大概是60%左右 然后第二天如果不充电的话 用一天我再回去以后 它也能够剩个百分之十几 我这出去了二十几天 基本上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续航我是真的非常的满意 这个电池的更换 大概算是我少数的几点 对于A6600评价比较好的地方 如果你要充电的话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在侧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Micro HDMI以及Micro USB的接口 虽然说它没有上USB-C 有点可惜 但是我比较欣慰的一点 它这回的充电 仍然是可以通过普通的USB进行充电 不像其他的相机 你必须要有一个PD的充电头 或者是充电标准 你才能够充进去电 所以对于你的充电器的要求 会比较的低 在外面使用的时候 你可以用那种一拖四的插头 去充电是非常方便的 下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有红色的 麦克风的接口 以及耳机监听接口 那么在一台机身上的话 你就可以拥有非常全面的 麦克风输入以及耳机监听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比如说我现在用的 富士的XT4 在上一代的话 如果你想要比较轻量级的 去使用这台相机的话 它拍视频 你在监听方面的话 不需要做任何的扩展 当然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这个SD卡的插槽 这个SD卡插槽 我就是非常不太理解了 就是你像A7R4 A7R3 它都是有UHSR的 但是作为一台旗舰的 APS-C画幅的相机 这个插槽竟然还仍然是UHS-E的 你像富士的旗舰的APS-C的机器 其他家旗舰级的M43 或者IPS的机器 都是用UHSR的 就是嘴上说的旗舰级的APS-C 这个是没法理解 所以在外面连拍的时候 它这个连拍又比较快 就跟6400一样 十几张每秒 写卡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这个让我非常的抓狂 尤其是你比如拍几张照片 它正在写卡 这时候如果你切成这个拍视频 你是拍不了视频的 它就中间会卡 让我觉得非常的失望 这一点也是让我 对这台机器评价不高的一个原因 而且它连拍的时候缓存 我算了一下 大概只有A6500一半 我就不知道了 一个6600竟然比6500的缓存还要少 真的不知道索尼的工程师 到底是怎么想 价格还贵 但是性能又差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对焦系统 这个对焦系统的话 官方宣称是比6400 还要更好一些的对焦 包括它也增加了 更多的一个选项 比如说针对于动物对焦的 性能的提升 以及连续的对焦的性能的提升 不过这个动物识别的对焦 它只有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才会有动物人眼视觉 如果你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它是屏幕上 不会有任何的人眼视频 如果你经常可能拍照片的话 这个比较有用 而拍视频的话 怎么讲 我也不知道它是完全没有动物的人脸识别 不叫人脸 叫做动物脸识别 还是说不给你显示 但是如果能够在拍摄视频上面 也能够增加一些动物的脸部的识别的话 那么对于一些拍摄猫猫狗狗视频的一些up主 或者是有这样需求的一些产食官们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 不过这样的一个动物的人眼视频的相比于其他厂商已经算是非常牛逼了 就是在我用过的这些机器的对焦性能真的是非常的好 包括拍摄视频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进行人眼对焦的 这一点我在平时用的时候 6400其实我们当时在测试的时候 它的对焦性能已经感觉非常不错了 那6600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下降 拍摄的时候都能够对上焦 但是体称没有感觉非常的明显 也许是因为我的一些拍摄场景不够那么剧烈 但是整体的对焦水准 作为APS-C画幅相机的话 它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完全要好过于XT3或者是佳能的M62 你在对焦上的话基本上不需要担心 那我想要提到的一些是 尤其是比如说拍视频的时候 它这回增加人眼识别 我在外面使用这台机器来拍视频的时候 发现它人眼识别可以在非常侧的情况下 就是另一只眼就已经看不见的情况下 它还可以有人眼识别 这点是非常强的 那尤其在外面拍摄活动的时候 它有这么强的一个人眼的识别的对焦 那拍摄的视频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跑焦的现象 所以很多时候呢 其实你完全不用担心它对焦的问题 你就可以把心思放在别的上面 那包括它也是可以支持这个触摸对焦的 触摸实时跟踪对焦 如果你需要去主动的控制 你所想要对焦的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包括我们最后几天在青麦那边 有一个咖啡厅就很有意思 那咖啡厅很多鸽子不是在天上飞 它在地上到处走 那这个凳子腿啊 桌子腿啊 非常多 其实对于这个相机的对焦系统干扰非常大 那我使用这个翻转屏 几乎把这个相机贴在地上 然后通过这个触摸屏去点击屏幕上 它就可以实时的去追踪这个鸽子 然后它的这个对焦的性能也是非常的好的 我放一些视频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所以在对焦性能上 我对于6600完全没有任何的抱怨 如果你对于对焦性能要求非常高的话 那么6600绝对是你现在市面上 能够买到的APS-Z画幅对焦性能最好的机器 这个是我对于6600评价很高的一点 不过我也发现了有一些问题 就是比如说在逆光的情况下 我们在外面海滩拍摄的时候 就会有明显的这个跑焦 对到背景波光零零的这个海面上 反正是单次AF-S对焦的时候 感觉跟之前6400是有类似的这种情况 就是有时候有可能会抽风对不上焦 但是其他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视频对焦都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再说一下防抖的功能 防抖的话是这回A660跟A6500一样 区别于63006400一个最大的地方 很多的索尼的镜头 包括一些定焦镜头 以及大家现在看到1655这个镜头 都是没有镜头防抖的 所以如果你外面手持拍摄的时候 其实会有点尴尬 非常的抖 你就必须要上稳定器 那如果有了机身防抖以后 你使用这些镜头的话 都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稳定的效果 但是怎么讲 这个机身防抖 我觉得依然是继承了索尼优秀的传统 就是我们之前有对比过A7III A7R4 它这个防抖系统 跟其他的一些竞品厂商 你就不要说松下 松下那个防抖真的是稳到爆 应该是所有的厂商 有这个防抖是最差劲的 那我在外面手持去使用的时候 发现它的这个表现 基本上是跟A7III和A7R4 等等这些相机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有些稳定的效果 但是真的非常的差 尤其是你在走动的情况下 我也不觉得我走动的非常的不稳 或者是晃动的非常的厉害 但是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不是让我非常的满意 所以 就是如果你是静态拍摄的时候 你站在不动 它这个防抖肯定是有用的 可以让你一些没有光系防抖的镜头 获得很稳定的视频拍摄的画面 但是动起来的话 就不要想它可能会有松下那样的 一个防抖的效果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防抖系统的表现 我也是非常不满意的一点 作为一个旗舰机 防抖做的还这么差劲 甚至比复射还差劲 这个是有点让别人笑掉大牙了 然后我就说一下画质 这回这个6600 它的这个使用的SIMOS的像素 也是248万 就是跟6500 6400 6300 甚至A6100 都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我有跟XT3 XT30 佳能的这个M62 我都做过这个照片的对比 发现它是没有任何的提升的 所以我也就不太想放照片了 大家可以去看我6400的 这个评测的视频里面 有非常详细的这个照片画质对比 其实跟这个结论是一样的 就是APS-C那个水平 那么视频的画质 同样的 它这回跟6400来说 也没有任何的提升 就是10800P没有超彩样 然后4K只有24帧有超彩样 3帧有一个剪裁的 但是也是一个合并像素 所以在10800P 它的这个视频的拍摄的能力上 解析力 也是跟之前的6400一样 相比于富士 在10800P都有超彩样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比的 甚至连佳能都比不过 真的是有辱 它作为一个旗舰级的APS-C相机的 一个地位 所以这个视频拍摄的画质的10800P 依然没有超彩样 是让我对这台相机 评价比较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大部分情况下 很少拍4K的视频 都是拍10800P的视频 画质糊成一坨的话 我真的还是选择富士的相机 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不过它这回录制 它的录制时间是可以超过30分钟 也就跟6400一样 那尤其是假如你要拍摄一个长时间的采访 或者是我在外面 比如说我之前做的一个Mavic Mini的评测 就是录了大概五六十分钟吧 就是它一直没有断过 这一点是比较爽 你像我现在用的这个XT4 它的录制时间还是有限制的 所以就是我可能录一段时间 就需要停掉 然后再重新开始录 这是有点不太方便的 反正画质的话 现在跟6400区别不是非常大 我也不想讲太多 那最后就总结一下吧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刚刚得不得这么多对吧 我就跟大家已经交代清楚了 就是这台相机 它相比于6400来说 各方面的性能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它最主要的给我带来一个区别的感受 就是更大的电池 以及它的机身防抖 但是虽然说更大的电池 这个续航能力提升是非常明显 但是它这个机身防抖 拍照片有点用 拍视频我觉得跟没有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提升 根本不值得我去多花三四千块钱 去买这样一台6600 尤其它一些短板都没有补上 比如说拍摄照片的画质 以及拍摄视频1080P的画质不行 等等等等吧 反正我是觉得 这台机器不是非常的划算 包括我现在用的这个XT4 虽然说现在还是一个工程样机 但是从各方面上来说 虽然说它的价格比A600 在发布的时候要贵一两千块钱 但是XT4相比于XT3 它各方面的提升是永不共睹的 包括有泛装屏 包括它的机身防抖 各方面都是很明显的 以及它在视频拍摄上面有一个优势 它1080P有超彩样 包括可以拍摄240帧的视频 等等等等 这个等XT4正式上市的时候 有量产版的固件 我到时候再给大家完整的出节目 因为现在用的这个工程样机 就没办法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刚刚还拍这个1080P的视频 还过热了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不知道之前买了这个HR4 大家知道HR4的话 它是6000万像素 对吧 那么6000万像素 如果你使用APS-C画幅的话 你会发现它正好是2600万像素 也就是说 那么HR4它用的这个C帽子很有可能是跟富士的XT3 XT4 XT30 等等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工艺或者技术吧 也就是说一个是APS-C画幅 一个是做成的全画幅 我也拿6600跟这个A7R4的这个APS-C画幅模式 也比较过拍过照片 然后拍视频 由于这个2600万像素 虽然说它是APS-C画幅 但是2600万像素 毕竟还是比2400万像素要多 而且呢 它这个视频方面会有一些优化 反而这个HR4你在用APS-C画幅的时候 要比6600还要好 甚至的HR4还可以在APS-C画幅的模式下 进行一个所谓的多重像素 就是Pixel Shift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拍摄出来这个解析率就更好了 所以呢 如果有HR4的情况下的话 当时我不是说了1万7买 66001万块钱 我就觉得根本没必要去买一台这样的相机 我直接HR4当APS-C画幅用比较好嘛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因 我对于这个600不是非常感冒 反正我都不都讲了这么多 对吧 我已经给大家把所有的这个 我对于6600这段时间使用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给大家讲清楚了 那我也是到现在也能够比较理解 就是当初为什么买6600的朋友们呢 也比较后悔 因为你毕竟花了1万多块钱 但是你发现最后使用的体验 并不等值1万块钱 所以呢 后悔也是难免的 我甚至会觉得 就是我这个视频出来以后啊 会有一些6600的用户过来骂我 会怪我出节目出的太晚 导致他们没有及时的看清 这个相机的一些缺点 然后提前买了 那这跟我有啥关系呢 我之前出了一期那个富士的XA7的节目 然后只是晚出了一天 其实我是故意在11月12号出的 因为11月11号是有这个双11的优惠嘛 然后就有两个在11月11号 买了XA7的小伙伴 专门私信过来骂我 说就是你这个节目出了晚了一天 让我买了这么一台相机 回去拍照片拍视频 发现确实是跟我的视频里讲的一样 就是有点对不上脚 有点抽风 但是他现在退货又退不了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电商市场 就是有要求这个相机 这个品类是没有办法7天退货的 所以就非常的尴尬 包括我自己的这个XA7呢 最终也是就是亏钱卖出去的 因为觉得这个季节太差劲了 好吧 所以呢 我建议各位如果去买相机的话 一定多去参考一些评测 而且也参考一些好的评测 不是说坐在那边 吹这个相机多好多好 那你看这种东西就跟看广告一样 肯定一些缺点你都看不到 那么你真正上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比如说我之前做富士XT3 对吧 刚开始说 他这个使用一些老镜头抽风的问题 还一堆人过来骂我 那真正他们自己去买到这个相机的时候 发现拍视频确实是抽风 对吧 接下来人就蔫的 也不会为当初这个言论来跟我道歉 是吧 所以呢 反正情况就是这样吧 就是660的这台机器 我是觉得一般性价比很低 如果你想要考虑一个旗舰级的APC画幅的相机 我个人更建议你去买富士的XHE 或者是考虑 接下来即将发货的这个XT4 或者是XT3等等 我觉得就是富士从XT3 XHE这系列机器 以后呢 这个性能反而是要比索尼要更好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